那中间还有义士日程 义士日程就是我们就是 Bank of 这个XXX Bank of XXX就是 Bank of England 或者Bank of Australia 就不是Bank of Australia的 就是说 Ostradia叫做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或者说Bank of America 其实就是美联储 义士日程 就是这个Bank 这个意思 那这些义士日程上中 会公布当时的这些 这个这些行情 或者说还有就是 Eurocentral Bank Eurocentral Bank 中间我写的标准一些吧 防止大家是不知道Bank of XXXX是什么意思 Bank of Japan 那 银行 这些 这些其实都是 他的义士日程是很重要的 有些时候 会 会公布一些数据 或者说 那当然这些数据的公布 都是有义士日程 除此之外 我们还会看到一些重要的会议 重要会议 杰克逊 霍尔 比如说杰克逊霍尔会议 比如说 中间的欧派克 欧派克 比如说中间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 沙特 沙特 还有 俄罗斯 俄罗斯的这些会议 这些是相对来 比较固定的一些会议 就是他的议题 突发性比较小 除此之外 还会有一些 一些数据 还有一些news breaking news 是这样说吗 breaking news breaking news当中 我们看到 影响原油的这波行情 就是breaking news 产生的 那中间是 很很神奇 这个产生这个的 这个 这个是来自于 这个干预 意外干预 意外干预 那这个意外干预就是 意外干预 就像这次的时候是 特朗普 特朗普 这是特朗普 干预行情 就是他会 他会对这个行情 进行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 一个干预 还有 特朗普 推特发言 这也是特朗普经常干的 还有 指的是中间 一个 比如说一些 突发 事件啊 这些突发事件 其实蛮 蛮多类型的突发事件 比如说 我们看到 这个飞机的坠毁 注意这个飞机失事啊 就是飞机失事 这些大多数都是 对行情影响的都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 飞机失事 对我们的这个 行情影响不太大 但是有些时候会特别大 就是一些特别的飞机失事 就特别 就会走出特别的 大的这种 这种 这种世界 那中间就是这两类的 这种事件啊 那这两类的事件 我觉得 如果产生出这两类的事件 出来之后了 你该做的动作 其实也是不一样 就是该做的动作 也是不一样 第一类的事件 出生 发生之后 我们事前是可以准备 布局 然后推测 还有就是计量 就是布局推测 计量